我们进行迎接下一位优秀的分享家里 他来自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 他以火箭般的速度在欧尔联 成就着自己的人生梦想 此刻我建议所有的销售经理们 让我们再次全体起立 让我们用最最饱满的热情与欢呼呐喊 有请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执行经销商 尤尼斯蒂姆 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让他一轻飘车 在热烈烟河 让自己有命令快乐 感受到中国力量 好 I have 100 yuan in my hand. If you agree that this money is precious, raise your hand and sit. Now I'm squeezing the money. If you agree that this is still the same precious money, raise your hand and sit. If you agree that this money is still the same precious money as your hand and sit. Now I'm stepping on my money. If you agree that this money is still the same precious money as your hand and sit. Oriflame leaders, this money represents you. Whatever condition you are at the moment, you are a precious human being and you deserve to be a successful person. 不管你遇到的境況是怎樣的,你遇到怎樣的遭遇,你自己的價值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這就是你自己. I am Yuli Stila. I am independent executive director from Indonesia. I am independent executive director from Indonesia. Today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to grow fast and achieve your title. 今天我要跟大家談一談怎麼樣快速成長並達成新直擊. But beforehand, 但是呢之前, I want to make some agreements with you. 我想跟大家做一些約定. There are true agreements. 然後呢有兩件事情. The first one is, you must be happy.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須要開心. Why this is important? 為什麼開心很重要呢? 因為根據一些調查研究的研究, 如果你開心了, 如果你開心了, 你就感覺到更加的放鬆, 你就能更快地吸收知識。 所以在我的演講當中, 所以在我的演講當中, 如果我要大家給我掌聲, 你必須要像一個開心的孩子一樣給你掌聲。 所以, 你一邊鼓掌也一邊要微笑, 而且要發出聲音。 所以, 就是這樣。 W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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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Do we have feel on this? 大家同意嗎? 同意! Good! Now, We move to the second agreement. 我們第二件事情。 In the second agreement, You have to be participated.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必須要積極主動, 你必須要主動。 Why this is important? 為什麼參與很重要呢? 根據一些調查研究, 如果你只是通過聽去學習的話, 你這堂課的內容可能只能吸收百分之十到二十。 如果你通過寫來學習的話, 你能夠吸收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但是呢,如果你通過參與來學習的話, 你能夠吸收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所以,在我的演講當中, 如果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必須要回答。 如果我問你一個問題的話, 你必須要回答。 如果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必須要回答。 如果我讓你大聲喊出來, 你必須要喊出來。 如果我讓你大聲喊出來, 你必須要喊出來。 如果我讓你跳起來, 你必須要跳起來。 你也一定要跳起來。 Do we have feel on this? 大家同意嗎? 同意! Great! 好! 給自己熱烈的掌聲。 好! 我開始進入正題。 今天我要說說, 如何快速成長, 並且達成新之極。 如果你想要快速成長, 達成新之極的話, 有三件事情你必須要做。 The first one is believe. 第一件事情就是相信。 The first one is what? Can you repeat it? 大家能做到嗎? 有! OK! believe. The second one is focus. 第二件事情是聚焦。 The third one is taking action. 第三件事情是採取行動。 Now, I'm going to explain about this one by one. 接下來我要一下一下給大家說明。 相信。 相信。 To success in Oryflame, you have to believe on cool things. 要想在歐日聯成功, 你必須要相信兩件事情。 You have to believe in this company. 你是否必須要相信這家公司能夠成就你的夢想。 你必須要相信這家公司能夠成就你的夢想。 你必須要相信這家公司能夠成就你的夢想。 你必須要相信這家公司能夠對你的未來有所保障。 第二件事情,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生意中成功,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你必须要相信你能成功。 所以,我要详细讲一讲,相信欧瑞莲。 你不仅仅要相信欧瑞莲,还要相信直销行业。 你必须要相信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多人能够成就梦想。 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脱口秀的节目叫做杰雷诺秀。 在他有一期节目当中,杰雷诺邀请了一位嘉宾,唐纳德·特弗朗,这个人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杰雷诺问了,假如你失去了你所有的钱,那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怎么办? 杰雷诺特弗朗说,那我就会加入直销行业。 然后呢,观众席当中发出一阵爆笑。 杰雷诺特弗朗就看了一下观众席,然后呢,唐纳德就看了一下观众席, 他说, 他说,是的,你可以嘲笑我,但是我的与众不同的这种想法总是让我今天能够坐在这边接受访谈是一个成功人士,而你们只能坐在观众席上。 即使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他也是相信直销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处在了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应该给予欧日莲掌声。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你必须要相信你能成功。 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我的故事,我自己的故事。 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要周游世界。 我来自于一个印度尼西亚并不富有的家庭。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经常来我家玩,而他家是很有钱的。 他一直说,我刚刚从东京的迪士尼乐园回来,我刚刚从美国的环球影视城回来,我刚刚从巴黎的迪士尼乐园回来,跟我分享他来自各地区旅游的经历。 我会有一个梦想。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蒙发了一个梦想,未来有一天我也要像他一样去环游世界。 当我加入了欧日莲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我决定要做行动,我决定要在欧日莲,然后我现在已经在欧日莲。 我决定要在欧日莲,相信欧日莲。 我决定要开始行动,我决定加入欧日莲,相信欧日莲。 我现在已经去过超过25个国家了。 给欧日莲掌声。 给欧日莲掌声。 好,我喜欢这个商业的事件,是欧日莲可以给你更多你的梦想。 那我最喜欢这个商业的原因就是,这家公司不仅仅给予你更多。 在欧日莲,我还能够买房子和车子。 我可以买我自己的房子。 我还可以支付我在英国公读硕士学位的学费。 谢谢欧日莲。 我还能够用欧日莲发给我的奖金去环游世界。 我喜欢欧日莲的地方在于, 欧日莲给我更多的自由时间。 所以我还能够去做很多的社会慈善活动。 所以我真的想借用大家的双手给予欧日莲一个最最热烈的唱唱。 这两位都是我的团队成员。 这两位都是我的团队成员。 他们已经在欧日莲实现了一些他们的梦想。 如果你看到第一个女士呢,她的名字叫苏吉安妮萨。 她之前是一个女傅。 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女傅的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也就三四百块钱一个月。 但是在欧日莲,她可以买两套房子。 给她掌声。 第二位呢,叫阿格兰妮。 她已经快六十岁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地震。 就是,年龄并不是成功不能成功的问题。 所以,帮大家双手为一个大声。 哇~~~~~~~ 昨天,我认识了一些某些人。 早上的大概有60多位领导人, 昨天在我们合作以上的陪训领导人, 大家能起立给我看一下吗? 你们在哪里? Oriflame leaders,请继续站着。 他们也是活生生的证明, 他们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成功。 他们已经成就了他们部分的梦想。 如果他们能实现他们的梦想,为什么你们不能呢? 给我们这些顶级的领导人非常热烈的掌声。 好,谢谢大家,请坐。 我有一句来自于亨利福特的格言。 他说,不管你相信你能还是你不能,你都是对的。 那这什么意思呢? 所以,如果你相信你不能成功, 如果你相信你不能成功, 你就不会成功。 但是如果你相信你能成功, 你也一定会成功。 在你开始行动的时候, 就不会付出行动。 所以,你也认为自己的权力。 那结果呢? 就很糟糕。 这个糟糕的结果呢? 又会印证了你之前的想法,你不能成功。 这个糟糕的结果呢? 又会印证了你之前的想法,你不能成功。 那这个糟糕的结果呢? 又会再次印证你之前的信念。 那但是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你相信你能成功, 如果你相信你能成功, 在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就会竭尽全力。 那结果就会很好。 好的结果就会来印证你之前相信你能成功的信念。 然后呢? 你就会更加认真地对待你的工作。 那结果就会变得更好。 更好的结果就会再次印证你之前的信念。 所以不管你相信你能成功还是你不能成功, 你都是对的。 现在大家有一个选择了。 你可以选择相信你不能成功, 你可以选择相信你不能成功, 这个呢? 会让你在现实当中也会失败。 或者你相信你能成功, 或者你相信你能成功, 这个呢? 会带给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会成功。 那我现在要问大家, 你想选择你不能成功还是选择相信你能成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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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自己一掌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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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眼睛聚焦在高级手心金铛上 我的问题是 这个词是清楚还是清楚? 你的手指清楚还是模糊? 我希望大家把视线聚焦于你的手指上 我想问你 你的手指清楚还是模糊? 这个是清楚还是模糊? 谢谢 谢谢 这一页就是你的目标 这一页就是你的目标 你的手指代表着中间的障碍 如果你关注于你的目标 这些障碍和困难就会很模糊 如果你关注于问题和障碍 你的目标就会很模糊 所以你现在又有两个选择 你想要聚焦于你的障碍还是聚焦于你的目标? 你想聚焦于你的障碍还是聚焦于你的目标? 对 给你自己掌声 谢谢 谢谢 现在 我将来到第三个部分 我的採取行动 接下来我要讲到我的第三个部分 採取行动 现在 我拿这个 我拿这个来到印尼西亚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吗 没有 没有 OK 这是一个小小的小的小礼物 这个呢 是我从印尼带过来的一个小礼物 是我们的小的香水 欧尔莲的 有人想要吗 有谁想要 有人想要吗 谁想要 这是我们所说的採取行动 好 OK 从这个小小的游戏 我们可以学习到 相信和聚焦并不足够以把我们带到下一个级别 如果你想要成长 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你必须要采取行动 可以再重复一下吗 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你能够采取行动吗 OK 现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 我们在欧日联的人生当中 有五件事情 是你一定要做 每天都要做 每天都要做 在欧日联的生活 我们在欧日联的人生当中 有五件事情是你一定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使用 第二件事情是使用 第二件事情是展示 第三件事情是参与和复制 然后是邀约、参与和复制 我会一一跟大家解释 第一件事情是使用 第一件事情是使用 要在欧日联成功 你必须要尽可能多的 使用欧日联的产品 你会被大家拘捕 如果你在经营欧日联的时候 还在用着其他品牌 或者竞争对手的产品的时候 你就会被别人质疑 欧日联是你的行动 所以你必须要采取 自己的产品 使用欧日联的产品 欧日联是你自己的生意 所以呢 你必须要代表这个生意 做好这个承诺 所以 你能不能承诺 使用欧日联的产品 使用欧日联的产品 可以吗 大家能不能承诺 尽可能多的使用欧日联的产品呢 好 太棒了 给自己掌声 听不到声音的 第二件事情是 第二点是 展示 你必须要给每一个人展示欧日联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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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必须要知道你是欧瑞莲的顾问,你是欧瑞莲的领导人。 所以,如果他们需要欧瑞莲的产品,他们会来找你。 所以,一旦他们需要欧瑞莲的产品,他们会来找你。 他们一旦需要一个工作机会,他们也会来找你。 所以,我的问题是,你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 推荐成为欧瑞莲的领导人,每天都能够成为欧瑞莲的领导人?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承诺,我每天都来展示, 然后呢,自己就是欧瑞莲的品牌,代表欧瑞莲的品牌去分享我们的产品和机会呢? 机会! 好,太棒了,给自己掌声。 好,下一个呢,是邀约和参与。 你必须要邀约别人来参与欧瑞莲的会议和活动, 即使是你自己每一次欧瑞莲的活动,你都要参与。 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呢? 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的网络,我们的团队就像柴火一样。 那些举办会议的领导人就像烧着的柴火一样。 那些新人和活动的人就是干燥的柴火。 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呢,是潮湿的柴火。 当然,你应该都有这些干的和湿的柴火。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不管是干的还是湿的柴火,放到正在烧着的柴火旁边,这些柴火也会燃烧。 所以,如果你感觉到挫折和沮丧的时候, 你必须去参加我们的大型的会议, 让你自己燃烧起来。 那现在我要问你, 你能承诺去参加每一次欧瑞莲的活动吗?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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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合,是复制。 你必须能打造一个系统,让你的团队能够简单的复制。 今天早上呢,我跟Thomas简短的交谈了一下。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就是4加2。 所以,Thomas会给大家说4加2。 一定要确保, 你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解释我们的4加2的系统。 在我的国家, 我可以用Oriflame Flipchart。 我可以用Oriflame Flipchart。 在我的国家, 我可以用Oriflame Flipchart。 所以,我会用Oriflame Flipchart, 和我自己的Flipchart, 来解释别人。 好! 那这个火焰夹呢, 会让人简单的能够理解, 而且能够简单的去复制。 但是,我今天早上讲到Thomas, 这个4加2的系统, 它是同样的。 甚至是更简单。 那今天早上我跟Thomas说的时候呢, Thomas说, 4加2跟我们的火焰夹是一样的, 甚至呢,还要更加的简单。 所以,我相信你们只要用上了这个系统, 一定会成长得非常迅速。 给Oriflame Flipchart一个大赞。 给予Oriflame Flipchart一个大赞。 OK, 第二个是, 我希望你们用高科技权利用高科技权利用。 我希望呢,大家在使用高科技产品的时候呢, 一定要谨慎。 就像iPad,iPhone, 然后苹果的产品, 或者呢,是我们的手机电脑。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 有些人, 也许有些人, 他们现在还没有钱, 去买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因为, 也许你在用高科技的产品, 去跟别人讲欧瑞莲, 在讲欧瑞莲的事业机会的时候, 他们也许在想, 我现在没有钱, 我都买不起这个高科技的产品。 所以, 也许我不适合加入欧瑞莲。 也许我不适合加入欧瑞莲。 所以, 我在我的国家, 在一些比较偏远的贫穷的地区, 我通常不会使用iPad, 来给别人解释事业机会。 我一般呢, 也还是会使用我们常规的国业夹, 或者几张纸来解释,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种方式更加容易复制。 好的。 这是我的某一场聚会。 这是我们叫做家庭聚会。 家庭分享。 所以,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来宾来到我们的家里, 我们会提供美容的示范。 我们会吸引他们来做这些美容的示范。 有些时候, 这些活动是免费的。 有些时候呢, 他们要支付一点点费用来参加这样的聚会。 这个呢, 这是我们在街头推广的某一些活动。 在我们的国家呢, 因为政府的一些规例, 我们可以在街头去推广, 但是不能在街头去销售产品。 在街头呢, 在街头呢, 先跟他们去联系, 然后呢, 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产品展区, 然后呢, 再去发展他们成为欧瑞典的顾问。 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我的团队活动其中的一场。 在这个活动当中呢, 我们就把那些干的、湿的柴火放在那些正在燃烧的柴火旁边。 我们在这些活动当中呢, 去培训, 去激励我团队的成员, 当然我们也会做很多的心直级的认可。 所以, 如果你问我, 我做什么了呢? 我做的同样的事情, 你一定会发展他们的时间。 我跟大家做什么了呢? 我跟大家做什么了呢? 我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就是使用, 展示, 邀约, 参与和付出。 但是呢, 我是持续不断的去做的。 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我给大家的问题是, 你现在能承诺会持续不断的去采取这些行动吗? 好! 好! Great! 好! 带大家给自己掌声! 所以, 我要总结一下我的演讲。 如果你想要快速成长并且拿着心直级, 你需要想要快速成长并且拿着心直级, 第一点你要相信欧尔联公司, 相信你自己。 第二点你要聚焦于你的目标, 而不是障碍物, 第三点就是采取行动。 我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史蒂芬·阿赫瓦里, 他是来自于非洲的一个马拉松选手。 他参加了1968年的墨西哥, 当时在墨西哥举办的奥运会。 他每天都给自己非常严格的训练, 他的胃盾曾经自行赢。 他真的相信自己一定能赢得这场比赛。 他在比赛当天, 他跑了19公里以后呢, 他们趋倒了, 他的膝盖严重受伤了。 医院组成组手。 医院组裙来看他的肩膀。 医院组裙说, 他没有继续的日子。 医院组裙来说, 医院组裙来看他的肩膀。 然后呢,这个医生就来了,给他的膝盖做了简单的处理,然后跟他说,约翰,你不能再继续这个比赛了。 然后呢,他说,如果你继续再跑下去,你的膝盖也许你就会受伤非常的严重。 对于跟他说,你的这条腿有可能都不保,但是呢,约翰他决定站起来,然后拖着这条腿,盘伸着,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当这个全部比赛已经结束了,奖都已经扳完了,60分钟以后,约翰才跑到了终点。 那在终点呢,有一个记者在那边,他就问约翰说, 他说,约翰,当你摔倒的那一刻开始,你就知道你一定赢不了这场比赛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接着跑呢? 约翰说,我的国家把我送到五千公里以外, 不是让我开始这场比赛,而是让我跑完这场比赛。 欧日联的领导人们, 如果在欧日联的事业当中,有些时候你遇到了困难, 你必须记得,当你加入这个业务, 你必须记得,你当时决定加入欧日联, 你并不是想要开始一个事业,而是通过这个事业要完成你的梦想。 所以,你一定要竭尽全力所能,去完成你的梦想, 在欧日联成功,走向执行,走向首席。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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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